大家好,我是永谦 反思的一个问题 今天呢,我就带着您 用男人的六只眼 和您一起带从头 收拾我们的旧山河 朝天秋 男人的六只眼 这也是我在深圳和 警理人培训的 内部内部把它压缩成 十几分钟的视频 第一只眼要紧盯在 工作事业上 有些朋友可能说,这个我们都知道 但是您听我说 事业和工作 是男人的核心和基础 很多人都不知道 工作和事业的区别 这个工作呀 也许你不很喜欢 但是为了养家户口 每天重复着这项内容 它的目的性 就是为了谋生存 事业则不同 事业是不同于工作的 它是发自于人的一个梦想 为了这个梦想 而去工作 并且把它达成 这叫事业 比如说 大江无人机的创始人 王涛 2006年 在香港科医大学 读硕士的时候 自己就注册了 深圳 大江 创新科技 有限公司 然后四个人开始一起创业 把民用的无人机市场 在全世界占到七成 这叫事业 为了这个事业 而新兴的工作 这是事业和工作的一个本质的区别 所以我说工作事业要有成 无论你是参加一个普通的工作 还是做一个梦想的事业 它的核心点就是把事干成 把钱赚到 其他的都是苍白无力的 你只有把事干成了 财富才回来 很多的男人一生都糊里糊涂 就这样过去了 不明白 其实男人最核心的 干成事 把钱赚到 拥有自己的财富 因为你把事干成了 拥有了财富了 你就可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你的人生的价值感 就会呈现 而且你在这种呈现的这个过程中 随着事业越来越大 你的财富也越来越大 那你就可能成为人生的赢家 条件是 必须把事干成普通人 这一生就是要围绕这两个基本点 去攻去聚焦 不要分散自己的经历 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了事业 就有了我们的平台 赚到了钱 就赢得了价值和尊重 赢得你社会对你的承认 这是男人最大的这么一种享受 核心点就是把事干成 把钱赚到 努力的去工作 然后努力的去赚钱 所以说这第一只眼 要紧盯 紧盯赚钱的能力 还是那句话 把事干成 把钱赚到 第二只眼 在把钱赚到 把事干成的基础上 一定要紧盯赚到 一定要紧盯自己的爱情和婚姻 因为暗情和婚姻 这是一个男人 这一生当中所要经历过的一段生命的这么一个过程 如果是选择了婚姻 把这个婚姻和爱情 把它合乎好 我们很多的人 在现实当中 去总是去追求完美 生活是求悍的 是有遗憾性的 无论工作事业和爱情 它都不是完美的 所以说我们说 完美的婚姻 完美的爱情 那是骗人的东西 没有完美 从大自然到生活当中 人总是生活在秋汉中 这种残缺才是一种美 是吧 若有阴清缘缺 人有悲欢离合 追求完美会累死人 有许多的爱情和婚姻中的不完美 就是因为过于追求完美 这是关键点 追求完美只有在一个种类的领域可以追求 那就是艺术 生活不是艺术 生活是现实 艺术是超于现实的一种提升 第三者也要紧盯家庭 这个家庭是我们一个感官 一种寄托 一个思念 一个归属 就像茫茫大海漂泊的一艘船一样 他最后要停泊地 这个停泊地就是我们的家庭 其实上有很多的人事业也成功 就是婚姻和家庭不成功 这就会带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烦恼 如果这个烦恼过大的话 你总是处在这种不幸的家庭 或者说不完不幸的这种婚姻状况当中 就会影响你的视野 就会分散你的经历 所以说这个港湾把它搭建好 然后让你有一个助手的地方 有一个心灵归宿的地方 可以让你静思 可以让你享受家的温馨 也可以让你在家的温暖中化解 工作事业当中很多的不幸烦恼和困惑 这个港湾不能丢失 一旦丢失了 就像人丢了一个灵魂一样 所以说有很多的男人 这个稀里糊涂的 说我的工作事业没问题 这个钱我也赚到了 这个家庭灰印 无所谓 是吧 或者说明天要得换一个 好歹比你强 这个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 除了外貌特征和性格稍微点差异之外 其他的没有什么差别 这个对女人来讲 这种性格或者说这个 他骨子里面的这种温柔 贤慧善良 够不够 如果这个够了 长相就是最好的 尤其夫妻之间 最主要的一点的吸引力 就是性格的这种魅力 因为人的精力必定有限 人一旦陷入情的这个漩涡中 很难从这种泥泞中走出 无形当中就分散了很多的精力 产生了很多的苦恼和烦恼 这个视觉就会受到影响 第四 紧经孩子的成长 我在前几集的视频当中呢 我也讲过 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核心资产 就是孩子 孩子如果能够顺利的成长 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这是父母最大的心愿 如果孩子到一定年龄 这个无论是求学或者工作或者婚姻 都是都不是很成功的话 你赚到钱了 你的事业有成了 但是这个孩子将来也会把你 这些个以前拼搏的东西 会慢慢的侵蚀掉 生活中很多 老子赚钱 儿子花 花来好去 你看花到很多的都是 败家 所以说这个孩子 一定能培养他的一种自立 这种坚毅将来在社会上 能够有立足的这种能力 你看我们现在随着这个就业的困难 2020年全国大学毕业生就是847万 由于疫情影响 就大部分的人现在属于失业状态 尤其中转大转和一般的普通本客 没有一技之长的学生 而这些失业状态的人就面临着一个什么呢 工作和婚姻的烦恼 男人的这只眼从小就没有关注孩子的成长 或者说关注的不够 造成现在的烦恼 2021年大概有909万大学毕业生 比2020年多了35万 2020年的一部分人还没就业 现在新的毕业生马上又到来 你想一想这种就业 没有很好的就业 传统人当中的婚姻就不好解决 然后就形成一种恶性的这种循环 这种循环带来除了给孩子本身带来了巨大的烦恼 最重要的翻译就是父母 基本上都是独生的子女 这个宝贝将来要是不幸福 其实上他比宝贝更不幸福 因此上第四只眼 男人要紧紧的盯住孩子的成长 第五只眼睛 一定要紧紧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状况 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质 你在各个阶段都要去时刻的关注自己的身体的变化 在这里我说一下关于身体 这个自律的问题 现在我看到很多的这个专家学者和视频 或者其他的一些说这个怎么自律 自律是分年龄阶段的 人在年轻的时候 要学会一点自律 因为什么 因为他需要创业 他需要创大 他需要奔自己的前程 如果用自律的这种枷锁把它锁住了 这个孩子一手成 所以说要一点点自律 有这种自律的意识和习惯更好 但是不能把孩子用自律的这把大锁 把孩子的梦想锁住 他就失去了狼的野性 就失去了男人的血性 他怎么会去闯荡住 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呢 怎么把事干成 怎么把钱赚到呢 所以说年轻的时候 就是一个字 床就像狼一样 去紧盯自己的这种猎物的目标 去凶猛地 去带有虚弱性地 把这个猎物抓到 也就是把这个事赶成 到中年呢 要慢慢地形成自律的习惯 已经慢慢地 事长不长 这段已经定型了 是吧 他已经失去了很多 年轻人那时候 应有的那种狼性 很多就慢慢地变沉稳了 有脾气 脾气不大 把自己的这盘子 这摊的事业稳定住 就慢慢地 要养成一种自律的习惯 到五六十岁 就逐渐地 在自律的 这个影响下 要开始生活 这个五十就值铁命了 六十要尔顺了 就是慢慢地就走向了老年 这时候为了这个健康 身体的健康 就要自律了 所以说 不要听那些鸡汤的怪说 年轻人 要有业性 为自己的誓言 一定要搏杀一点 是吧 你还没搏杀呢 你就把自律的大锁 给他锁上 这个孩子 怎么会能够闯出一片天地呢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第六 第六只眼睛 一定要紧盯住 我们挣来的财富 有些人呢 你看 钱没少挣 到后来老了 就呢 穷困潦涂 或者说呢 这个生活不是很惬意 有的没处理好家庭 有的没处理好婚姻 有的没有把孩子培养好 这是烦恼的根源 所以说 有的时候 一个家庭的家风 是有遗传的 一个家庭的成功 也是有遗传的 这个六只眼 所关注 应该关注的事情 因此上 一定要 保管好自己的财富 这个财富 或多或少 一定要 有效地进行控制 年轻时赚来的钱 不要在年轻的时候 大小点的挥霍掉 你要想到 当你不能赚钱的时候 自己的生存 生活的问题 一旦钱这个东西 在身边消失了 都是一种无奈 和一种自信心的缺失 男人的六只眼 这六只眼 也就是我们生活中 每个人都要紧盯的 时刻要提醒自己 你也想成为人生的赢家 必须紧盯这六个方面 但是很多人 人生的书家 虽然字面的意思都知道 但是里边的这个内涵和精髓 他未必能够误导 这就是说 有很多的人 思想 根本就没把这个事想透 也不去参悟和反省自己 人生的书家 肯定是会 亲自找上民的家门来 围绕我们人生的 这个关键的核心点 大富大贵 这个我们不敢保证 至少说 我们在生活中 生活的比较 只能有尊严 有面子 是吧 你才能乘风破浪 会有事 直挂阴帆 寄藏海 到三十而立 那时候 你才能三十功名 陈一图 八千里路 云和又 然后你才能上场到 一个新的构度 几十年来 也是我发送内心的 一个深刻的稿 这个稿 今天分享给您 目的就是 让您 有一个 很好的事业 美好的家庭 有一个孩子 很好的未来的成长 身体的健康 管理好自己的财富 成为真正的人生的 赢家 这是我的初衷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